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上海兴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拿到营业性演出 演出经济的项目许可大有直接进军MCN的态势 这一番挖角夺利另起炉灶的操作令人咋舌 让工会负责人怒不可遏的说 抖音这是要劝退我们吗 抱怨归抱怨 抖音这座四亿日活得流量富旷 所有人都舍不得放弃 不过就算抖音在MCN画上如此强势 也没能解决电线难的问题 快手也是一样 此前抖音快手都曾试水自营电商平台 抖音有抖音小店快手有快手小店 但内容平台电商画的路子并不好走 人们很难接受从娱乐型内容平台 往消费型电商平台走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时间培育 出于高效和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开年之后 京东和快手为618抱团取暖 随即抖音绑定淘宝 互为表里 在利益链条中来看 这不仅是流量平台和电商平台合作的新一轮尝试 还在某种意义上将作为中介的MCN排除在外 MCN原本在流量和变现中游走 集结网红整合流量 平台带货易于多吃 既拿品牌方的钱 也拿流量平台和电商的分成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不仅品牌背后的大佬下场 带货绕过了MCN 网红自建工作室脱离了MCN 连电商也纷纷开启去MCN话 阿里签了一票明星坐镇淘宝直播 快手直接把各地领导请进直播间带农货 大家都在去MCN 目前来看 只有流量平台 没这个意思 他们更想用自己的锅炒自己的菜 自己来做 这种既当裁判又做球员的模式 对MCN更不友好 可以说MCN处境十分尴尬 中章网红市场 五方角逐 归根结底 只有流量平台和电商的门槛最高 最不可缺 在人口红利即将见顶的情况下 去MCN话不可避免 如今他们能做的 要么在巨头建起护城河之前 储量转型 否则就只能听之认之 给人打工 商战瞬息万变 当初广告公司饭碗 能被MCN抢走 关键就在于 网红家 直播的模式 能更高效地链接流量和变现渠道 如今电商和流量平台 越过中介直接联手 MCN的生存基石被动摇 精快联盟抖桃抱团 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MCN还没找到 心力足点之前 618一步步靠近 留给MCN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